542旅退伍的弟兄X先生 他到了542旅去 今天他可是到了542的附近去逛了一逛 只是逛一逛大家别担心 尤其是542旅的弟兄们 你们更不用担心 不过你要担心一件事情 因为542里面居然有一个两亿的金钱库 这个金钱库是什么东西呢 X先生 其实我们上礼拜有看到我们有话 就把我们民用车带掉的问题给点出来 其实点出来的问题在军中不只是这些 我们再来看看昨天我们也找到一个监察院的案子 我来跟大家重新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五四两旅战二营营长黄良城忠孝 他以不实单据暴劫 然后要求财务是以不实单据来核销 然后总共污了负食费 然后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总共7万5千块 然后还跟厂商来索取的回扣跟一些利润的回市 然后还有总共是 总共是有15万6千的收入 纳入了一个小金库的施账来运用 我们可以知道这整件事之前发生的吗 之前发生的 那你真的有把这些毒瘤给清干净吗 我们在我们这边查证后发现 范佐先生就是当时在里面的一个人 那你这样轻来轻去你只针对一些营长还有连长这些做城主 你有没有针对里面的士官 一个营长或连长他如果有能力做这些事 难道士官他们没有帮忙吗 你就这样放任的范佐先生一路放任 他从一个小喽喽修炼成金下来变大魔王了 你意思说这么12年下来以后他就变成这么厉害了 我们五四两旅的小金库是不是也开始变成大金库 嗯 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图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是什么 哎呦 怎么那么多数字啊 0.7亿加1.3亿 7千万再加1亿3千万 就加起来是2亿哦 2亿耶 就天价2亿哦 你说有五四两旅有这样的一个秘密数字 是的 我就在这边请问沈威智了 你对这2亿你有没有印象 还有之前的两任旅长 你们对这个数字有没有印象 我相信你们绝对对这个数字有印象啦 我在这边提出一件事 一个部队如果可以让我们国军亏损到2亿的话 这是何等大的羞辱啊 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案子啊 嗯 我今天就先不跟大家讲 我会保留啊 我现在就慢慢的说 2亿 2亿这是一个有趣的数字了 7千万加1亿3千万哦 原来五四两旅里面 可以运用的钱有这么多啊 来 大家再看一下 这张图 张图是什么图 其实有一些在五四两旅 火炮射击啊 其实我们北部啊 像什么两腰炮直部269旅那些的弟兄 你们如果有下基地 一定知道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哪里 这是五四两旅的坑子口爬场 坑子口爬场 坑子口爬场就是我们平常做一些 实弹射击训练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知道 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地方很清楚啊 我当兵的时候也有去过这个地方啊 可是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边藏着2亿的黄金窟啊 可是到我们这次在追这些案子的时候 等一下 你说坑子口爬场里面有2亿 大家可能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荒山野里山的东西 原来底下买有黄金哦 我想请问国君哦 你们五四两旅坑子口爬场有多少问题 你们到底之前有没有掌握过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这整个案子都没有曝光过 最后我再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是一个有关黄金 垃圾变黄金的一个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垃圾回收 资源回收 这有一个相当大的利润在 其实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垃圾回收业者 他可以收垃圾 收垃圾的时候 就跟你先收取了一笔费用 然后最后 我可能把它做资源回收什么的 我把一部分拿去资源回收 这又会有另外一份费用 另外掩埋的这部分 你把它变成了土方 埋在那边 最后拿去卖给建筑业者 又是另外一个费用 一余三失 我想请问你们 五四两旅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案件 陆军你这么多年来 这案件至少有个11年了 你到现在有没有掌握过这整个案件 还是你就这样放任他就在这边 我现在就在这边请问国君 你们五四两旅藏了 是不是有一个藏了两亿的黄金枯 再来你们五四两旅 有没有用人民的纳粹钱 你就这样 待职待乎职守 把这两亿送给别人了 就这样整个钱就这样消失了 以后也要不回来了 历经三任旅长 有没有人去追过这整件事 还是你们就放任他就这样的纸 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巡贷关系 导致你们可以这样放任的 不去追这个案子 我就在这边问你们 是不是这个案子 让五四两旅的小金库 变成了一个大金库 五四两旅里面居然有一个小金库 还有一个大金库 这大金库的大钱坑居然有两亿新台币 明天X先生就会来告诉你 那个金库究竟在哪个位置 那个金库的钱要如何运筹帷幄 但是我们今天也请来的高大臣法医 等一下高大臣法医就会详细地告诉你 究竟洪仲秋死得多么可怜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红仲秋之死 我们看到他最主要是因为延误送医吗 还是说因为之前紧闭是在那最后的三天 不当的管教之下造成他身体的DIC的状况 而石台平医生还有包含了高大臣医生 两位医生经过了整个法医的解剖之后呢 有重大的一些发现 而高大臣医生现在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就来问问高大臣医生 详情问一下 像这红仲秋发生这样子弥漫性的 全身这样出血的状况 其实呢真正的发生点来说 应该不是只有7月3号那天 而可能是从前三天开始 就有不当管教而造成的状况吧 那是沿路通报啦 是 你如果在7月1号报 我觉得这个人觉得救得起来 2号报也是救得起来 我的感觉 但是你3号通报是救不起来 但是1号2号报 可能这个人就要住院了 尤其2号 我看住院来 如果我们医生判断后 我说这要断他嘛 他们可能也有感觉出说 这个交如果让他住院 他不是住到退伍了吗 对啊 所以我就 你再忍耐一点 我再操一下嘛 到最后才产生这个悲剂 就变成延续性的 让他身体状况一直在坏下去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我的感觉不一定对的啦 我问你一个问题 在当时的时候呢 紧闭室里面的管理员 给他用了那个气传药下去 你觉得那气传药 会不会造成一个生育状况加速 我们在解剖过程没有办法呈现 因为他在医院已经 我已经讲过 他输了15500的血液的话 那一颗小药丸 整个都稀释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呈现这个问题 所以在最后厌室都没有办法呈现 到最后我们也是有看到他两个胃确实 他的胃整个都积了血水 所以我们正常大概在780到800克的重量 可是他已经重到1700克了 就是两倍多 而且他所有的胃 你把它剪下来 丢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他全部都沉到水里面去 所以表示说肺里面没有空气 根本没有空气 全部都是血水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重点就在这里 没有呼吸嘛 我最后被淹死的嘛 我完全活生生在陆地上被淹死 是不是就像这样的感觉 听到高医师这么一说 你听了心里难不难过 但是高医师在解剖 这个红仲丘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些报道里面 有提到这件事情 红仲丘 他整个肺部肿胀到一个 里面全部都是血跟水 这样子情形之下 变成红仲丘是活活被淹死的 但高医师这样解剖 他心里面的感受上来说 会非常的难过吗 这个情况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头皮变这么厚 为什么前身这里都出血 肌肉都出血 整个头皮也变厚了 我们头皮本来是1.5公分嘛 差不多嘛 搞不好不到1公分左右 这么这样子 我们解剖那当 我们在那个当时过程 他大概5公分厚啊 什么红仲丘的头皮变这么厚啊 而且这中间里面 全部都是血水啊 头皮都冲血了 对 这整个头 然后这边 还有颈部 如果你没有看过 你以为他是被热死的 你会怕到 因为整个脸都冲起来 脸都冲起来 这全都冲起来 很恐怖 所以你以为是 所以我才说 难怪我们一知道 看就是要中暑 太阳就这样照嘛 是 也这样做运动啊 所以 这个整个都出血嘛 都在这 可是 所以上半身的部分 这上面部分 全都出 还有这里啊 还有这边 这有一个18公分的皮下出血 连肌肉 肌肉跟皮下出血 然后把这个打开以后 这腹腔的内部 也是全部都是 都是那个 那个肌肉里面都有血液 所以肌肉里面 不该有这么多的血液 对 这个就是恒温肌龙解症嘛 标准的有出来 标准的恒温肌龙解症 再来就是说 因为那一天解剖的时候 退冰没有退得很好 所以身体里面 其实很多都积水了 就是灌进去的血液 都跑到我们所谓的 第三度空间 就是胸腔腔 空间的里面 都是水 对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叫第三度空间 是 就是所谓没有用的空间 就是你一进去以后 身体没有办法利用到 这些东西 这个叫第三度 胸腔腹腔 关节腔脑腔 都是一大堆血液 所以脑部里面也塞满血液 有 有 有 那时候把骨头打开来的时候 也是 就流出来了嘛 这么恐怖啊 所以整个脑也都水肿嘛 这是标准的中暑的现象 是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热衰竭 日射病 还有再加上 恒温肌龙解症嘛 那这个是谁做的 他不会一个人说 我没钱没钱 自己在那里做 我早上到恒温肌龙解症 到热衰竭 到种子都站上去 然后那么笨的人 对不对 至少还会喝水 有些休息 还会休息的 对啊 对 所以这个问题 一定要有一个人要负责嘛 最少看几个人去做这件事 要负责 这样而已嘛 对不对 是 真的要有一个人来负责啊 但是这个负责的人呢 是谁呢 可是呢 柯文哲医生 他也讲到一件事情 这红重秋啊 身上的水量来说 好像太多了 一般来说 中暑的人 它的钠离子的量会偏高 为什么这红重秋 最后的验出来的结果 钠离子的量 反而是偏低呢 高医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他到 已经到平领死亡的情况了 而且他的检查报告出来 那个钠是128而已 就是比正常低了一点点 照道理 如果今天他是一个中暑 所造成的 全身换血管内 凝血不良的话 我们的预测 他的钠应该在正常 或者比正常要高一点 因为他多水嘛 水分不够 所以身体的钠离子量会增加 对 那不是说增加 是因为水不够的关系 所以表现出来 他比较高嘛 反而我们检查 他低嘛 那会不会有 很多水进去嘛 因为我们人 要造成 这种 这种 这个谁 这个 红重秋 陈先生 他那个状态的话 在高纳血症 所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昏迷 跟低纳血症所造成的神经功能异常 昏迷 两个都有可能 他都有两个都有可能 可是他检查出来的报告 都不符合这两个嘛 是 所以一定是在生前 他搞不好是 在这一个地方嘛 那大量灌水以后 他就下来以后 还没到达这个地步 不可能 就是在128嘛 所以变成马上 所以我们在猜测说 是不是有给他喝水 但是这个水 给他喝到底是强迫性的 或是这个病人 他在痛苦的时候 他赶快一直喝水 都有可能啊 但是我们一讲这种话的时候 他的接受度就不一样嘛 是 他就赶快反驳嘛 就表示你纏捷心息嘛 对吗 对 人们说两句 不过你拍一会而已 我说到不算 然后等到你把东西都掩盖好了 你讲话越来越大声 表示你这个其中有鬼嘛 你刚开始说 你讲话出来很小声啊 不是吗 对 你还是很可气啊 还请务部长出来盗借啊 全部上面的都处分啊 怎么现在讲话越来越大声呢 越来越理直气壮了 我们都没有怎样都 怎样什么都 表示你是不是 已经掩饰好了 我可以怀疑这样吧 对不 对 我想问个问题 像他同样在紧闭室里面 有这些在里面 关在紧闭室里的紧闭生 有说到说 这个洪仲秋在当时 在这紧闭室里面吃饭的时候 都没有吃饱 他们给的量都不够 这会不会造成他本身身体的状况 开始有一些衰竭的现象发生 当然营养不良也是一个因素也不一定 但是对他来讲大概还好 因为他体格还蛮壮的还蛮胖的 应该还可以消耗一些热量 我倒认为是他睡不好 然后操练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休息的时间 然后他要喝水的时候不给谁喝 然后他要求要送医 就是说比如说不舒服 要送医还是请医官来看 他也没有请医官来看 所以才发生今天的悲剧 看看今天的悲剧发生了多难堪 今天的悲剧发生到现在20天了 但今天的悲剧到现在 军方说了实话吗 没有 军方一切都在用谎话 你用了一个谎话 你就要用10个谎话去掩盖掉一切 但到现在的这个时候 你还在继续说谎 很多事情都很要灭证掉 隐瞒掉 隐藏掉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说实话 说了实话 很多的官会下台呀 但对于洪家人来说 真的是蛮感到一个伤悲呀 你看我们一定要再强调一遍 为什么军方的说谎 你说现在我们听曹金生 检察长讲的话 听不懂对不对 对 其实说谎是一种惯性 本来就是整个文化 军中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 两度举手求援 军方说请人压腿 我一定要再还原一遍 立刚 来 为什么 因为他躺在地上的时候 他 诶 请问 这个建律师来帮我压腿 好不好 压腿 不是 你现在要蹲下来 帮我把两只腿给压住 因为我刚刚已经做过什么 开合跳 伏地挺身 伞兵操 平躺 抬腿 等等 总共五项 一 能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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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